特朗普和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 双方目前都摆出了强硬的姿态 谁也不让步 照这样的发展来看 美国政府会关门多久还是一个未知之术 但政府局部停摆的影响是持续扩大 让民众的正常生活受到了搏击 更导致将近80万名联邦政府人员 被迫休假或者无薪工作 美国政府的局部停摆 让不少纽约的旅游景点受到了影响 除了市区里遍地都是垃圾外 许多博物馆和纪念馆门口也张贴了公告 谢绝游客乳内 导致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只能拜信而归 另外15名代表不同政府机构的公务员 在当地时间星期一 到一名国会议员的办公室进行会议 大家都纷纷表达 他们对政府局部停摆的不满 空中交通管制员也因对美国政府的局部停摆 被迫无薪工作 一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协会代表 更把责任归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会议员 他们需要用于人生命的政治球员 去做一个计划 我们不在乎 那我们只想继续做到我们的工作 天下来天下来 像我们的那样